來到農曆的三月中,天秤狀悶月 如果你是上星或太陽這個星座的話 你自己的自身份就會怎樣呢? 我上期都說了 現在開始有些video的cover 都會用一些比較特別的公仔 有時候會分享一下我一些生活的點滴 這個就是有一次我逛街經過一個 完全是名不經傳的 是一個很討厭的小學 我不要開名字 但是一看這些都是弱雞小學 我經過就看到他出了一個大Banner 大家都看得出這個Banner 他在說自己的派位好的結果 是高於全港的Average 3% 我相信他不會說謊 但是大家看看這兩棵柱 是多麼誤導性 你們看看這個比例 就是令我覺得 連這些學校都在搞一些類似龍虛作假的事情 就是令到我有少少覺得 這個世界價什麼鬼 或者你自己說真的 89和92% 為什麼可以差一大半個的六柱 我覺得有少少卑鄙 我自己這樣覺得 Anyway 好了 天結了 也要提提大家 最近真的要密切留意多些Facebook IG 尤其是Facebook 年輕的IG觀眾們 不好意思 我都是一些上了年紀的人 所以我會放很多東西在Facebook 而且Facebook的功能真的比較多 因為IG你充其量是相片和影片 但是Facebook可以分享一些新聞的連結 一些文章 也有時候有些少少的投票 或者諸如此類 大家真的要密切留意 尤其是Facebook這個大本營 因為我有很多密集和很寶貴的資訊 是要分享給大家的 希望大家密切留意 好了 天結了 抱歉 抱歉 上升或者太陽 在 伴隨著 滿月 天平座滿月 一直到農曆三月尾 會怎樣呢 三個字 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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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聽過窩窩窩 這三個字 好 看看為什麼 好 看你們的古典主星和火星 好了 這個 去到水瓶座的五度 它剛剛就是 入廟的土星 它現在是一度 就是 你那些東西是由零度一路開始走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它是經過土星不久 然後一直走走走走走 因為火星走得比土星快 是滿月這一下的那個snap shot 宇宙的那個snap shot 它才是通過了土星四度 但是其實呢 它們兩個都還是屬於合上 還有我們看看 這個八字是叫一個先天八公 但是後天來說 原來水瓶座是你們的四公 好了 為什麼會說窩窩窩窩呢 在說 尤其是你們一些很親密的人 你們在你自己的家庭裏面 無論是在你最親的那個原生家庭環境 你的nuclear family 即是你的父母 還有跟你長大的那個兄弟姐妹 即是這個小小的家庭 或者是廣闊到去到你的extended family 即是成你的家族 即是你的舅父舅母 宿伯兄弟那些 原來這裡會發生很多的鬥爭 是的 尤其是大家的一些資源搶奪戰 是的 什麼意思呢 最簡單 我當是touch root 是的 整個家族裏面有一些生離死別 會發生一些分身家 爭遺產 剛剛那些生長 是的 讓大家多看一次 這些生長 完全就是爭遺產分身家 那些朋友來的 是的 還有當然 我也是有做過塔羅占卜 是的 那裡也有一點點意象 牽連到下來的 是的 那 還有就算不是說去到這個這麼差的個案 但是 大家會不會有一點點國懷鬼胎 在這個 即是 其實你想想 尤其是在中國人社會 家庭是罪物不可分的 幾個unit 會發生一些這樣的事情 是的 還有大家都真的 國懷鬼胎 互相不信任 大家都掌握了很多秘密 是的 大家很多 背後的一些陰謀 詭計 講壞話 還有大家都知道一些陰暗 不見得光 這樣的東西 是的 尤其是 在哪一類的人呢 是的 那 有兩個步驟 麻煩就去like這個post 如果IG的朋友很簡單 按個心心 還有 如果Facebook的話 我呢 就希望看到 心心 是的 紅色的那個心心 就 rather than 純粹藍色的那個手指 是的 因為我喜歡紅色的那個心心 是的 總之是讚好 OK 還有第二個步驟呢 就是在留言公開問 我想知道 究竟哪些是我的 worst enemy 如果是這些情況環境之下 發生的一個資源爭奪戰 是的 然後第三步呢 我就會PM這個答案給各位 那就讓你們呢 對這些小人提防提防的了 是的 還有 就算 說真的 就算未說走到要資源爭奪戰 OK 但是 都真的始終呢 會很多國為鬼胎 是的 所以呢 嗯 剩下這大半個月的日子 是的 在一個 你本身應該最信任的環境 是會產生了很多的不信任 那所以其實呢 都比較有少少的難受